那接下来 今天大概就是文字与资料跟逻辑吧 下一次的话 还有三个 日期时间 跟数学 三讲 还有就是 检视与参照 大概 因为才 12个小时说真的想讲的东西 有些可能你看我没讲到因为我怕花太多 表单部分 有点想讲但是怕讲下去 会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还是会争取 如果这两个话题讲话 也许我们再来看 带一下个表单的部分 因为我看那个误卷里面同别好像对表单设计 好像勾需要的人还蛮多的 所以也许再带你再来看 第一个这个逻辑 那这个逻辑部分的话就是 我希望把A栏里面的资料 如果有挖 不是全部挖 如果有挖符 就把挖符里面的指导放到一栏 就这样 那怎么走 这里提示一下 有没有看到上面 会用到几个几个函数 1 用fine 2 用med 3 用ifl 3 OK 你想要这样做 挖符 所以这个逻辑很简单 1 我把它先删掉就好了 其实这个逻辑 你可能要先知道几个讯息 1 找一下 有没有挖符 第二个 找前挖符的位置 如果有 那前挖符的位置 在哪里 那我要的字要是在前挖符的位置再加一个字 就是挖符的后面那个号 然后找后挖符 那我需要的字是在后挖符的前面那个字为止 那再把它切割下来 切割的话又在中间 所以你不能用right 也不能列 你只用mid 那个就是mid函数 mid函数 然后就把它用mid函数给切 放在b里面 所以切割 那你想说 为什么还会有一幅A 那你会发现 因为如果找 这个函数 如果找不到的话 他 找不到他会告诉你在哪位置 找不到的话 他不会告诉你找不到 他会有几个几开头的错 几好像是Value的错 那有错误怎么办呢 就麻烦就是你要过予掉 那如果以后你看到有几 的这种处 如果你永远不要出现 反正管他什么错误 一定不要出现 什么几Val 几N 刚刚有看到 几NK 那些全部都要出现的话 你也要记得一个函数 一辅L 一辅L就可以把它过予掉 以后那些错误讯息 永远就会出现 ok 所以三个函数 那这三个函数 基本上 这个地方 我的习惯是这样 其实是真的 以后他解决问题 千万没有问题 一定要做分析 一 在第二个地方 一 你可以 你就可以 分阶段 那这个三个阶段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 一样我是放在云端白板 这个云端白板 或者是在一个 我们的讲义里面 云端白板的 这个 我自己知道 找一五 一 就 那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分成总共三个阶段 四阶段 第一个的话就是前刮符位置 找后刮符位置 刮符内的字段 去除内就出 ok 所以基本上 把那个 这几个栏 把这上面也许自己先分成 分成个 ok 那大概是八分几步骤 从 放旁边 那 当然你要一次做完 刚刚那个工资猜费困难 找不出怎么样 就分成四个步骤来做 一如果找前刮符 那你可以用 这函数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 它有函数里面 文字类里面 fine ok fine函数 fine函数 确认之后的话 他会问你三个问题 一 请问 你要找什么 他找前刮符 对我把前刮符打上去 ok 问题是一 在哪里 好 在 a2的出生歌里面 第三个问题 从哪一个字开始 其实第三个问题 如果不给 第几个字开始的话 他就从 第一个字开始找 好 所以你要确定说的话 你会发现 第一个呢 找不到 所以呢 如果第一个找不到这个刮符 他会出现 几倍一股错误 那下面会不会错呢 有刮符的 会告诉你位置 没有刮符的 就会是几倍 不错 那后刮符的位置呢 其实就可以把前刮符的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贴到后刮符里面 把它改成后刮符就可以了 这样比较快 ok go 刮符的位置 那刮符内的文字 怎么做呢 基本上就是利用什么 插入函数里面再用力的函数 hats 文字 哪一个开始 从前刮符的位置 记得要加一 为什么要加一 因为前刮符不要 你 不用切 ok 按确定 然后labor try 要几个字 要几个字 那就是什么 后刮符的位置 减掉 前刮符的位置 记得因为会多一个字 所以按减一 现在要减 会多一个 按确定 减一看看 像填满 ok 所以 前刮符的 后刮符的位置 减掉前刮符的位置 因为它多一个后刮符 所以在把后刮符 那个减掉 减一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这就帮你拿 减出来就是 你要刮符里面的字 所以 1 fine 2 也是fine 3 用力得 第四的话 因为有错误 所以是怎么样 把它错误清楚 它刮符怎么清楚呢 是你第四用逻辑 特别说 第四个那个逻辑 if 如果发生错误 可以控制窗 两个窗 好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放开 做 如果发生错误 其实就发生错误这个阶段 好 那可是问题来了 那如果你要试完成了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全部就转 这才是挑战 那你想说 那可是我想这样就好了 你当然可以啊 把这边隐藏起来吗 隐藏 这样也可以 OK 不过 这感觉好像 对一般来说 还都会有觉得 总是觉得好像 还是 他那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希望 我刚才把它拆失 一个部分 不过你会发现 把问题拆开来之后 问题真的感觉 变简单了 但是如果你要一次 全部把它做完 这个问题其实 就会很复杂的 OK 所以 那当然如果你自己要一次性完成 我建议你是 要把这些逻辑先熟悉了 再来的话 可以 用那个密函数 你主要函数 然后呢 他不能问你 你就这样 所以如果你要吃新做完的话 可以这样子 第一个 我先把那个 Fy函数 这个做完的东西 先复制 要复制到这个等号 要复制这个 再等一下可以 直接贴到密 如果一次做完 我先把 Fy函数 前八五的先做 先把它复制 然后呢 在这边 就是 再把它贴啦 贴的位置在哪里 第一个问题 它是 你的资料在哪里 再贴来 从哪个字开始 从 Sharam 应该是 钱瓜湖 记得加1 因为我刚刚复制是 复制钱瓜湖 有没有 钱瓜湖找到的位置 下1就是后面的那字 然后呢 Number choice 是什么呢 后瓜湖的位置 所以你贴上之后 其实很简单 你把这个钱瓜 改成后瓜湖 再减掉 钱瓜湖的位置 再减掉1 我看确定 没有吗 向下填满 这样子完成 等于是 第三步 第十步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公式 减下 特别说不要减掉等号 再插什么呢 逻辑 一幅 把它贴上去 后面再补一个 算号 按去 向下填满 放开 结果 就完成了 OK 所以请可以试试看 我这个地方怎么做 应该可以 知道我在 做什么吧 只是说 要能够 一次转 可能要 要稍微 熟悉一下 OK 是应该试一下 因为我刚刚是把它拆成四个步 所以你先把四个步都做 那最后呢 这样 有一个人 就会有一个人 就会有一个人 再来 那我再来 我们下期 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